大家好,我是Stan 随着Nepris纪录片《Nanan Sinida》的播出 目前JMS的争议真的是闹得非常大 而今天该节目的制作人将请名所说的50次叉叉发言 为女性徒在浴室里的那个片段 坚持要加进纪录片里的理由 以及韩国JMS的反驳内容 登上了韩国新闻的热搜一位 今天制作人在记者发表会上被问到 有部分观众们认为 纪录片里反复出现了受害者们的录音 以及女性徒们的裸身影片 没有打马赛克就公开了 这是不是对受害者们的二次加害呢? 对此制作人表示 有想到这个部分会一直引起争议 但是这不是电影也不是综艺 是真正有人遭到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一点 然后我想反问一下 目前为止很多媒体也报道过类似的事件 为什么宗教团体一直会做出这种事情 然后对于录音中 JMS说的射了50次 JMS反驳是用AI造假的 对于女性们裸身在浴室里的那个片段 之前有其他媒体打上马赛克后 被使用过很多次的影片 但是大家知道当时JMS是怎么样反驳的吗? 他们说这是给职业女性前后 为了抹黑尔造假制作的影片 之后被曝光女性们真的是信徒后 就改口反驳是穿着笔记尼泳衣拍的 因为有马赛克也所以就这样狡辩 如果不是一五一十的都播放出去的话 他们内部会一直用其他方式来反驳的 然后对于部分观众们提出的影片有点色情 制作人表示 这些内容对抢名手来说可能会感到色情 但是一般人不会 只会感到惨不忍睹的 制作人接着表示 对于嫁进这些片段 Neple死方一开始有点担心 但是我身为制作者的立场 强力主张了 设了50次片段 一定要在一开始就嫁进去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受害者Mapro 这不是第一次出演韩国节目 之前有接收过JTBC新闻台的采访 但是有人记得吗? 我能理解也尊重大家提出的问题 但是为了不让更多的受害者出现 我们相信我们的决定是对的 然后韩国反其名字团体Exodus的代表 也是韩国弹国第二国数学系教授 在出演KBS电台后说了 2021年 一位外国女性 以XXX的嫌疑对JTBC提告了 但是因为怕遭到报复后撤回了提告 2022年 香港、澳洲、韩国的三位受害者提告了 而今年另外两个国家的受害者也决定提告了 目前总共出现了五个国籍的受害者 我们国家有过这种犯罪者吗? 如果纪录片尺度没有制作成这么大的话 国民们很难体会到事情是有多严重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些资料影片之前也有在新闻报道过 但是大家都不记得 说实话 因为Netflix一开始一分钟内 就出现了设了几次什么的录音 才会再次引起这么大的话题 制作人真的做了很聪明的选择 真的太狠毒了 不停地用谎言来护航 就是要这样全部都公开让他们闭上嘴 不过他们这种人应该也不会退教吧 受害者们反而遗憾没有加进更严重的片段 比受害者们还在发狂的那些人 到底是什么东西 要把受害事实一五一十的告诉大众们是最重要的 我看到美普入教的过程 多少能够理解 之后看到他收访的片段后 真的是气得一直掉泪 可能是他们也不想要相信 自己这一生把身体钱财都封上的人 竟然是连个学校都没能毕业的 你们的信仰不够真诚 连你们的美西亚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可能是他们自己都觉得那个声音 听起来真的是很像哪里不够的人吧 所以对于制作人与金多阳教授的发言 以及JMS的反驳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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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